嘶 Share Story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聽JYP電台 我在這裡的主題人Jazz 今天是2023年4月24日 今天也會講回姜濤的一個綜合報道 會講回她最近參與的一個慈善活動 也是麥當勞的這個麥當勞叔叔之家 也會講回她參與慈善活動的一個事情 另外也會講關於姜濤的一個衣服品牌 個人的服裝品牌的推出 如果大家想知道就繼續聽下去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大家可以LIKE我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精彩的片段 姜濤會在今個月30日迎接24歲的生日 之前她也透露會去日本有一個秘密任務 就是推出她的個人服裝品牌 近日的品牌的名稱終於曝光 名為To Zero 而這個服裝品牌的官方的社交帳號 已經在之前上載了第一張宣傳照 就是姜老闆本人做生招牌 而照片就拍著她的背影 拍攝的地點是日本的街頭 姜濤身穿黑色的外套 還有揹著白色的背包 外套上面印有英文字的 就是99 things to do in life 生命中要做的99件事 同時也在22日的時候 推出了To Zero的首條 大約12分鐘的宣傳片 直至去到23日 終於姜濤有正面靚仔樣出鏡 一開始就是一件米色的外套 另外就是背著鏡頭站在櫻花樹下 有半邊的臉在陽光照射下出現 就很溫暖的 它在鏡頭之中展現溫柔的微笑 整個的宣傳片是很簡單 同時也很有特色的 整個的色調或者調色 都是偏向比較有一層比較朦朧的感覺 在這個新的個人品牌上面 我也有介紹到他們這個名字 To Zero的意思 Zero is a origination Zero is the destination 即是零是一個起源 零也是一個目的地 似乎是回歸簡單的一個設計概念 而官方暫時未公佈產品推出的日期 未知是否姜濤生日會面世 這個To Zero的產品 我看到它在櫻花樹下的一個照片 我看到姜濤的拍照 我看到她的背部 感覺她好像健康了 我同時也積極 最近是操健康自己 或者是有去打球 去做一些運動 而姜濤去了日本的時候 她也有說到這一次的秘密任務 我開設自家的品牌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令人期待的 因為很多的 譬如說姜濤的一些公仔 或者姜濤周邊的產品 很多姜濤都是非常之喜愛的 而他們也會去買 更加好的就是 有自己偶像的自家品牌的衣服 穿上身的感覺 也是會很有姜濤的感覺 因為整個衣服的設計 她的色調是以啡色為主 所以都像姜濤 即是頭髮的顏色 她各樣Style的顏色 也都期待之後她的衣服 有她自己設計 或者是 很有她自己個人特色 這個也是值得令人期待的 姜濤即將就是 迎來這個生日 大家都很緊張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4月30日 是支持姜濤 或者是做一個應援 是一件開心的事來的 首先就是要說到這個 姜濤最近其實 都會有很多慈善的活動 大家都知道姜濤是非常之有愛心 之前是會幫那些 流浪貓狗 或者是幫助一些 在疫情期間也都有捐助一些 的物資去幫助當時的 疫情的一些受到影響的人 在這一次的姜濤擔任 這個慈善大使 也是一件開心的事來的 因為大家都知道 姜濤是非常喜歡小朋友的 而今次香港 莫當勞叔叔之家 慈善大使的姜濤 也會主持這個起跑禮 見證六千位大小的跑酒 會跑 同時也會包括小儀、阿正、森美、郭文輝等等 他們都會一起做這個帶領的嘉賓 其實見到姜濤 有不少的姜濤也有來到 甚至不少姜濤也會在慈善跑當中 姜濤不單止在現場和一眾的小跑手打成一片 他自己都說他一向都很喜歡和小朋友相處 和以往的小演員一起拍攝 還有就是今次活動也為各位的小跑手打氣 他說小朋友在他心目中永遠都是充滿活力和朝氣 他也有說會繼續支持香港 麥當勞叔叔之家的慈善基金 也會齊齊出一分力去支持 令到他們有一個樂觀或者開朗的一面 看看姜濤的訪問 他也有說到很好笑 他說那時候有記者問到他 看到小朋友會不會父愛氾濫 他就說父愛不敢說 哥哥的愛 我看到姜濤其實是非常喜愛小朋友 也很喜歡有一些和小朋友的互動 因為他之前說過自己是想成為 如果他不是做偶像 做唱跳的歌手 他說其實自己是想做小學的體育老師 我看到他也是非常正面的一個態度 有一些記者也有說到 問到他最近的一個工作的安排 Dummy這首《十一胎》的歌 亦是接下來會出MV 他也說他會去拍攝一些歌曲的MV 所以其實之後也是可以期待姜濤的新的MV 但未知會不會在30號出 還有MV會不會拍得及呢 因為還有六天的時間就是30號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令人很振奮的事 姜濤也在採訪之中 也有說多一點自己的一些行程 他也有說到其實他現在都慢慢開始復工 開始拍戲 同時也會拍兩套戲的同時一起進行 也有記者問他擔心他的腳傷 因為他之前做過手術 至於腳能否康復得很好呢 其實大家都未知的 但是姜濤又說到 當然為了呈現一個好一點的畫面 大家都會盡力去做的 盡力去演 在盡力去演的同時 也會很小心自己的腳 或者大家都會小心自己的身體 不要出任何的事 或者不開心的一些事發生的 我相信其實姜濤也會很努力去做好這個演戲的過程 同時也在做演戲的 即是在完成他的拍劇等等 拍電影等等的活動之外 我相信他也會積極去創作自己的歌曲 有一些新的靈感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自己就不是太過擔心 因為姜濤一直都有 可能是你治療 跟著他 一些治療的服務 或者是去了解他的傷勢等等 這就是會令到他可以由更加好的健康的身體 去應付之後的工作 今天就和大家追蹤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給個like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訂閱和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精彩片段了 接下來也會講一下不同的一些歌手 或者不同MIRROR成員的一些綜合報導 如果大家喜歡也可以繼續看我其他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Bye